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一阵经营 今天是2023年的6月27号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百元的每日交易指南 首先我们看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那么今天晚上数据还是比较多的 在8点30分 有美国5月份的耐用品订单月率 那么这个数据呢 能够显示啊 美国长期经济的一个情况 因为耐用品呢 它是买了以后就不怎么换的 之前我们节目已经讲过 市场预测呢 是负的1%啊 如果说是供 如果公布以后真的是负的1% 那美元呢 偏空为主啊 黄金呢 偏多为主 如果说公布以后是正的啊 比如说去到这个1%左右 就和前值差不多 那么这个美元呢 就会看反弹啊 黄金呢会看空啊 这是这个数据 另外呢 在9点钟啊 还有公布4月份的房价指数月率 以及20座大城市房价指数的年率 你看市场预测普遍都比较差啊 这些房贷的数据啊 都偏向于 利空美元 10点钟还有5月份的新屋销售总数年化 6月份的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10点钟的这三个数据呢 市场的预测 变化并不是很大 特别是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啊 是104啊 比前值要高啊 但这里面数据一旦出现种意外啊 比如说 6月份的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啊 这个是102啊 如果公布以后是低于100啊 去到99 98 哎 那么这个数据呢 将会利空美元啊 会利多黄金 如果公布是104左右的话 对行情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大 下面看一下基本面啊 那么近期基本面呢 比较少啊 下面看第一点啊 额乌冲突将迎来重大的转折 和谈将于最早7月份开始 那么事件就是根据德国知名电视台周日的报道称啊 已经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中啊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来自印度巴西等 等中立方以及欧盟各国的代表举行的闭门会议 讨论了俄乌的相关问题 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印度 巴西南非等中立国家的支持 而有关俄乌冲突的和平谈判啊 最早可能在7月份开始 有这个谈判呢 属于一个正常现象 但是这个谈判是7月份才开始 并且我们国家已经 并且我们这边是不是已经开始进行一个斡旋啊 所以7月份这个传闻呢 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靠谱的 出现的概率很高 所以7月份呢 对于黄金而言比较多的重大会议 所以7月份黄金呢 很可能会有一波下跌啊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这个下跌的前提是什么 是这个谈判呢 不能出现什么太多的一个幺蛾子啊 只要你正常谈就可以了 哪怕你没谈成任何事情啊 不断的有放出消息 下次还要谈 下次还要谈 那这样一直延续下去的话 对黄金都是一个利空 都是一个利空 但就短期而言呢 对现在的黄金影响不会很高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7月份 这个消息能不能成真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没有什么重大的一个消息了 我们截选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德国的最新商业调查凸显长期衰退的一个风险啊 根据这个国际金融主持调查及公布的德国数据显示呢 德国的经济啊不容乐观 那么德国我们知道是欧洲的一个引擎啊 经济的引擎 如果说德国都陷入长期衰退的风险 那么这个消息呢主要影响的是欧元 欧元的很可能会被长期的不看好 那么欧元如果说长期下跌贬值 那么对于美元而言是一个上涨 而美元上涨的对于黄金而言呢 它就是一个利空 同时这个消息呢 对于原油而言也是一个潜在的利空消息 所以后期呢 你可以关注一下德国相关的一些数据 如果德国数据越来越差 你看这个英国的数据CPI这些不是没有控制住吗 如果德国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黄金可能会先涨一涨 但是这种上涨呢 它不是一种突发4.1个刺激上涨 这一类消息刺激出来的黄金呢 不能突破一些重要的价格 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啊 拜登宣布的420亿美元高速互联网计划 要每个人都负担得起 首先这个420亿的美国高速互联网计划呢 我们中国参与的概率不会很高 美国的众议院不是要弹劾这个拜登吗 他宣布这一些消息的话 也就有助于巩固他自己的一个地位 但我们知道这个消息 它是要多少 要到2030年啊 时间比较长 现在是2023年还七八年的时间 这么厚的时间 这种计划实现的概率高不高啊 就目前去看呢 要看看美国的一个经济情况 这个消息呢 我们认为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消息 我们知道现在市场呢最关心的事件是什么 这个俄罗斯发生了内部的一个政变 对吧 最主要的是谁啊 是这个瓦格纳的一个叛变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最近也是连连的发表全国性的讲话 在叛变当天啊 发表一个讲话 在今天呢 也发表一个讲话 那么现在大家比较关注啊 这个俄罗斯啊 受到了这一次内乱以后 后面还会不会继续的爆发相关的一个问题 就目前的情况去看 我们认为并不会啊 因为你现在俄罗斯所能够倚靠的这种雇佣兵的话 还有谁比这个瓦格纳更加的牛 车层车层应该不会吧 后续其他人那个叛变呢 以及内乱呢 出现的概率就不会特别高 那么现在唯一的变数是什么 就是瓦格纳的创始人呢 后续反反复复横跳啊 你现在宣布 无意推翻俄罗斯政府 但你万一到了海外 或者说去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又去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 去透露更多内容和消息的时候 以言论的方式 刺激这个俄罗斯内部进行一个混乱 也是有可能的 俄罗斯的相关媒体也表示啊 针对瓦格纳创始人的刑事案件呢 其实并没有结束啊 调查还在继续 那这个媒体放出来的话啊 值不值得信任 我们认为只是一个放风和警告啊 那么俄罗斯这个内乱怎么去看 怎么去交易呢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这个事情 市场炒的是什么 预期 大家有对这个俄罗斯内部啊 长期不稳定的这种预期存在的时候 对于市场而言 它短期之间就不会出现一个暴跌 像这个原油啊 它就不会很出现 很明显这种大跌 像这个黄金啊 也不会出现很明显大跌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预期 你未来有可能还会再出现 至于用什么形式出现 怎么出现 这个不得而知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俄罗斯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 小麦期的话是涨到四个月的一个高位 之前这个俄乌的水坝被炸了以后 我们就讲过这个小麦了 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涨 而且俄罗斯有可能会撕毁这个黑海的协议的时候 小麦也出现一个大涨 目前的俄罗斯局势加剧的时候 小麦先涨 所以市场目前只是在传导一些比较直接的品种 像什么小麦啊 这一些品种为主 当这些品种都涨完的时候 才会传导到原油啊 黄金啊 这些品种 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基本面啊 最近的国际社会呢 风云变化啊 很多的事件呢 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黄金市场呢也在这种情况之下左右为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还是以技术分析交易啊就可以了 因为当这种消息比较模糊不清的时候 市场的走向才是最真实的一个反应 所以市场怎么走的 我们就按市场的走势呢去做 下面呢我们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用K线法则交易系统 给大家去做一个解盘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油啊 原油在四小图里面呢 目前是一个多头法则啊 根据四小图当前的一个格级去看呢 这个原油啊 还在这个区间里面做一个震荡 三角形的整理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黄金的四小图 在四小图里面黄金是一个下跌加横盘加下跌 而当前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破位 所以这个黄金呢 这一波的反弹还在这个位做一个调整 那最终结果很可能还是继续往下为主 但是呢在四小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呢 它是没有明显的空头信号 你当前还是一个多头法则为主 所以这个黄金你要重点啊 要做空你必须以破位的方式去做 那比较大的支撑是在1916这个价格 而上方最大的阻力是在1939这个价格 而前期的其实已经摸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黄金明显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直横盘 而且布林带的是收窄的 收窄的 所以这种横盘我们认为短期啊 还没有结束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空这个黄金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破位1916以后啊 你再去做 问题也不是很大 因为以当前这种大格局去看的话 它真的往下破位再跌 这个空间不会小的 不会小的 但是它如果不破呢 长期在这个区间这样横盘横盘横盘震荡 是吧 像这种情况 走很久很久的时候 你怎么去应对 你很难去应对 所以等它破位去做会好一点 那目前的建议大家是低吸高抛为主 在这种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啊 下方支撑是1921和1920 最大的支撑是在1917和1916 所以你想做多呢 要以这个两个价格为准啊 能到你再可以去做多 另外呢 能够突破1926.75 也就是1927 你可以去跟进这个多单 当然这个价格啊 你可以以这个1927设一个止损 逢高进行一个做空 然后看到这个2120或者说1917 这两个价格 如果说它这个位置不跌了 已经这个小双底对吧 往上突破1927 那你可以以这个1923设一个止损逢低买涨 看涨到这个193739这个附近 所以横盘的行情呢 是比较难做的啊 最好以破位的方式去做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美元啊 美元在使用中里面呢 它已经跌破了法则 也就是说会有更大的一个下跌空间 下方有两个重要支撑位置 102.38 第二是102.19 以及102这个区间 所以这个美元呢 今天我们是继续看空为主 至少要跌到这个位置 102.38这个位置附近 而上方比较强的支撑呢 是在102.68 只要不破102.68 这个美元呢 我们是不看涨 所以在当前这种格局之内呢 这个美元我们认为会震荡下跌为主 如果说你想做空啊 可以以这个102.68作为一个止损 逢高啊 去做空 那么到102.38和102.19 这两个价格 你才考虑啊 看涨这个美元 目前去看呢 在四澳图里面啊 美元呢 还是一个空头法则啊 以大家当前这种格局去看 布林带两边在收口 所以这个位置的这个美元呢 暴跌的概率不会很高啊 所以刚才伺服务图给的一个支撑呢 也不会很远啊 所以这些价格能到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最后我们看这个白银啊 白银呢 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讲过 这个位置是一个买涨 这个白银呢 今天晚上请大家注意啊 不破22.76 我们不看跌啊 所以你可以以22.70 做一个止损呢 逢低买涨 而如果说能够有效突破23.1 会看涨到23.45和23.56这个价格 白银呢 你可以以这个22.76作为一个止损 逢低买涨 那么在买涨的时候呢 先进一部分啊 有效破位23.07以后呢 你再加仓 然后看到这个23.56和23.45 你可以以这个要23.56的画一个空单去做空 如果说跌破了22.76 这个白银呢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跟进空单啊 没问题 好 以上就是K线法则给大家带了一个解盘 可以看到了市场的横盘为主啊 请注意关键价格的破位 以及止盈止损 控制仓位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